基本上呢 你有一些基本 我们这个模型上面其实有一些线条架构 所以 其实已经足够我们做一些 控制 我先把这边拉近一点 再放再远一点这样 好 大概这样可以了 brush 选它 调深一点点 编一点颜色 然后笔刷的控制里面 笔刷动态 加上间距 加上散步 双笔刷 好 嗯 加上一点点 可以产生变化的东西 OK 这样大概可以了 应该其实还要再加一点色彩动态 还有 旋转应该也可以做一点乱速 所以 再小一点点 可以 画错图层了 赶快昂渡 因为我要画的是这一层 或者再开一层更安全 好 那 那 对于一些 就是 可能是有缝隙的地方做一下 简单的处理 当然用这种画的方式是一个方法 另一个方法就是 偶尔可以用 但是我不建议常常用的 就是直接绘制在模型上面 对模型直接做加深加量 这个会让你模型的领向 比较有层次感 但不要常常依赖这个加深加量工具 因为加深加量工具所做出来的效果 蛮呆板 就是看得出是用这个工具做的 就看得出是 比方说现在我这样子做的话 还蛮明显可以看得出是 这种工具做的 所以不太适合常常应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但是你一点点一点点的用一点OK 而且事实上你也不要只看这个的线条 因为实际上的线条架构跟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差别 就是飞机上的那个板件的组成结构 跟这个还是有点差异 所以还是要去看一下 真正的飞机上的那个纹理造的差 稍微修饰一下比较适当 这个图层在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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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这样简单处理一下 但细致你还要画更多 比方说卯钉 要去做卯钉的那个印章笔章去处理 然后现在我再做存档 存档的时候我都不会存线架构 可以回到这边 更新以后就会漂亮很多 就你绘制的越细致 那这些痕迹 还是要在人工去刻更细致的东西 这个我们下次再来看 现在先只是简单的说明一下 应该还要再加上大概怎样的处理想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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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